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面看得出来火力全开 炮轰姚文志 在当时94年 发了一个喊11月28号 怎么去恫恶忠实暴戏的余建新 他说姚文志凭什么认定 这是一个不当党产 火力全开炮轰姚文志 昨天反轰的是姚文志认为 这怎么 这叫做双马的混蛋 姚文志是这么说的 所谓的马一九前总统这个论述之外 他也炮轰马小光 因为姚文志说他当选之后 一定基于平等尊严 净卦五星旗 不让首都可以看到五星旗 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可以让我们的国旗 在他们的土地来进行飘扬 所以今天独家上火线 也要还原一下 在2005 94年 他担任新闻局长的时候 他是不是已经是洞悉了 背后中资的身影 今天为你独家来大追踪 当然犹他也是在高雄 曾经深耕过 他担任过副秘书长 还有高雄的新闻局长 当时怎么打造 包括了博尔特区 还有美丽岛的捷运站 怎么样让这个爱河 可以脱胎换骨 他怎么样的看港都这一战 一一二四 如果韩国瑜当选 首都可能盯首州 或者是柯文哲当选的话 这等同是不是宣告 这个威权复辟呢 我们一一为您解析 当然三中案的过程中 检方所认为的是 背信罪根本无关 收不收钱 因为马一九向法官说 从来没有从党产 拿一毛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没有收任何买家的钱 北俭认为 马一九让不法暴力 进入他人的一个私囊 所涉及是非常规交易 特别背信跟普通背信等罪 好 三中交易当中 他怎么去炮轰姚文智 当然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这个港都的大选 呈现最新的一个态势 台南的现场里头呢 这位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金曝 他说呢 杀人放火抢劫 也要挺赵挺 韩国瑜 国民党这位陈令逊 惊爆这个狂言呢 会不会他根本就想当 女版的韩国瑜呢 原来说荒唐的言论过后 那这真的是韩粉吗 韩粉是这样子被操控的吗 来 一一为您独家追踪 来邀请到这几位关键的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 正是民进党这次台北市长的 候选人姚文智来到我们现场 来 文智晚安 小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国会观察基金问董上姚立明老师 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人杨宪宏 大家好 担任姚文智竞选总部的发言人 也是立法委员王定宇 大家好 还有呢 在高雄方面 在这段时间 为我们直击在高雄基层的反应 这两天我们看到国台办闭门会议曝光了 据说在昨天还有相关的会议 台七点相关的台商也被招来了 也曝光了 到底呢 中资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呢 高雄的最新状况呢 韩国瑜的钱从何而来 造势场合宣称有三万人 五万人甚至七万人 极其未兜以来 一瓶矿悬水 说是政治素人打天下 来 郑文带来独家分析 郑文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人周一控 大家好 来 观众朋友 我们来认识 这个台南的大现场了 这是在11月29号 这里头呢 有马英九前总统 有夏龙改 还有呢 韩国瑜同台 但是呢 这位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很显然语出惊人 来 我们首先听听听看 当时他是怎么说的 议员 里长 全力打 议员 里长 全力打 议员 里长 全力打 议员 里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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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打 我以前民进党的 变帽我买到 叫揣英文把我骗起 我当作一山到要给鬼里去 我找人的认识 我都用帝国我骗起来 把他关给他 要把他比人正好 骗起来 所以国民党就骗起来 我今天再带一个 整家带到高雄 去把韩国瑜骗起来 我在家庭拍一个最好笑 人家跟他说 诶 韩国瑜骗到的 你不能骗给他 他说 我知道 我知道 你骗到的 我要骗给他 他说 诶 他说 但是你不知道 他不是骗到的而已 就算你跟我说一台人放火 我跟你说 我也是要骗给他 你跟我说 他骗着 我也是要骗给他 现在你怎么骗我 我就骗给他 对不对 对啊 过去 两粒签字把我们骗骗起 让我们八岁艱苦到要死 民进党跟我们说 完全这一集 完全富负 那时候出门也跟我们说 亲爱的兄弟 未来 我们时时街头见 我会随时带你们走街头 现在 臆子做到八岁 林不聊生 就跟你们说什么 没什么事不可以带着走街头 丣亲啊 我们想起来对不对 对啊 对啊 政府无人 黑到头子落白到 空气无量 你说要费何能 你还要起一个火力发电 空气无量 各位 我最高级 不敢在那里大工丘 不敢在他开桌 不敢在他开桌 看拖什么你们知道吗 看拖说我们点票拜拜 点太多 对 现在以后那么进步 有人吃油要吃死人 以前我们台湾散屁门的时候 我们家里面烧散 有人破坏 两个脖子 三藏亲乡押起来 求马祖母丢天工作 不求一个兄弟工作 王牙公 抬起来厢夫回来 厢哥不要听过 厢夫会吃死人 你说对不对 对啊 来 请教师王蒂宇 扯上杀人放火抢劫跟黑道 都要挺韩国瑜 来怎么看 第一个 这位陈小姐 她是国民党南区党部的 台南市南区党部的主任 也是谢荣介 当国民党主委下面的 国民党的委员 她既然是国民党的干部又是党工 她去支持国民党候选人我觉得是应该的 没有什么好之一的 我也不会去讲她背景怎么样 但是她发言内容讲的好或不好 对或不对 国民党的候选人或者国民党上官的人 你会有基本的态度 你如果点点就是她说的都对 当然我们支持一个好专人 这个好专人 台人你也要支持 放火你也要支持 销键也要支持 黑道也要支持 你这是堂口还是政党 你这到底是堂口还是政党 我听不懂 你可以辩护说他不是黑道 你可以辩护说他没有杀过人 你可以辩护说他没有 他不是流氓 去教育支持者说 我们国民党现在支持的韩国瑜 台人你也要支持 黑道你也要支持 这是堂口还是帮派的口条 这不可以跟政党的女儿 动罪王老师的那种台的在讲 他在电台主持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对这东西要有个态度 就像韩国瑜自己说 他如果当选 要禁止所有这些政治意识形态的集会游行 他现在都改口 他知道他不对了 丁守忠今天也跳进去说 我也认为应该禁止 这是我们现在在选太平天国那一年的选举吗 就是市长当选的人 可以限制人民在宪政宪法 保护下的集会结设游行权利 就选国民党的人 我们就要倒退到那个年代 然后台人放会 国民党就好利用极其 然后又讲一大堆 什么不敢处理大港条 那都是煽动性的言辞 没有办法去 你用科学去检验他 他就中了他的技 但是我觉得这个候选人 这位主持麦克风的人 除了有国民党党职以外 他后来也走向国共交流 就是在所谓的两岸 台南是两岸文化交流协会担任秘书长 我觉得这都是个人政治上的选择 然后硬要把台南高雄 台南这几年增加了10万就业机会 高雄这几年增加了12万的就业机会 平均所得或者是登记厂商登记 小的大的大的从台积电的5奈米3奈米 到一般的商家到年轻人往南走 到台南要找老厨 要做文创做设计做影像 你去安平你去中西去看 巷子里面那些老宅古屋变成了民宿 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做的事情 你硬要把这个讲成一文不值 这些都不存在 增加的所得也不存在 那个买牛肉汤 在那会拿到那间 我不要说店名 他说行李太好了 6点开始卖4点就排队排到好长 这要排到王金口了 你就说这都卖又老又臭 然后一个在地华卖过 说卖了好像要整个寄希望于中国的进来 你们都有两岸的背景 你们也都有国民党党值的背景 不要用这样的语惠 因为不诚实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陈立席在朱祺 我想可能忘情了 那是不是暗示韩国瑜真的有杀人放火 我不知道 但是他过去在法院的记录里面 他确实有带着小弟去帮开枪的大哥顶罪过 还害台北市大同分局一干人等 被处罚的处罚 被查办的查办 这个经历是有 如果今天国民党的思宜 要告诉大家的价值 就算这样请大家也要支持 我觉得国民党的有识支持 应该站起来讲说 我不支持这个价值 支持国民党应该还有更好的理由 不是这样子的 是 来 文志怎么看 现在要求希望所有选民蒙上眼睛 不需要有是非 这真的叫做造神吗 还是盲流呢 来 怎么看 当然是 当然不是造神 坦白讲我觉得这是一个 台湾面临非常关键的民主的危机 台湾因为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转型 因为真的是花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一方面我们从历史来看 台湾是一个和平的革命 这也在得到全世界大家的尊敬 因为我们没有流血 可是没有流血 但是我们的民主的转型的过程 真的拉得非常的久 拉到韩国瑜过去做什么事情 大家都可以不计较 都可以忘了 拉到说现在好像真正在追求改革的人 突然变得被大家攻击说 好像没有办法再持续来坚定这样的价值信念 现在面对的危机就是如此 今天看这位主持人 或者是韩国瑜 或者是丁守中 或者是高斯伯 我看丁守中 你明明是一个 过去在国民党内也是一个形象派 但是你面对这场选举 第一个 你面对中国力量的时候 你赶快去告诉大家说 你跟共青团也有渊源 因为你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中国的力量介入台湾的选举 但是他并不支持你 他支持的是柯文哲 然后你赶快在那边争宠 然后当在柯文哲红的时候 你赶快说你跟共青团也非常好 然后你的整个选举 其实是一部一区 这个不断的要把台北 带到符合中国的立场去 现在韩国瑜红了 现在他知道 中国挟着他的各种的资金 人脉 或者是所有的媒体的资源 都在帮忙韩国瑜的时候 你赶快找来 赶快找来台北 现在连这一种 要准备把台湾带入戒严 这个定语兄说的是 带入太平天国的 这样的一个主张 你也敢拿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真的是剩下二十几天 我觉得所有的台湾民众 大家好好的深思 民进党当然在改革的过程里面 不管是拼经济 或者是拼改革 这个时程当然是漫长而艰辛的 那当然有的人觉得速度快 有的人觉得速度慢 有的人很多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现在是碰到一个关键的时刻 这个关键的时刻 是国民党想要借师还魂 想要挟着类似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那样的盲流 想要来影响台湾社会 而他背后的力量 为什么他可以掀起这样的力量 他从网路上 他从媒体上 他的声量逐渐扩大 任何过去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言论 现在一切都无限上纲 都变成只要打倒民进党 那就是一个大家可以支持的对象 所以像韩国瑜这样 掀起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复辟的风潮 所有的其他国民党的候选人都跟上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对台湾民主的考验 其实我在不久前我就说 台湾不能变成菲律宾 那菲律宾杜特地他也是一样 可能在过去 过去菲律宾的民主 他夹杂着贫富的差距 他夹杂着整个政治改革 以及经济的衰败 所以杜特地这个抄劫毒贩 他清剿毒贩变成他们的英雄之后 这一件事情变成无限上当 于是把所有的价值 所有他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要进步 所要实现的各种目标 都被他的威权 威权的领导所左右 台湾也很可能变成这样子 台湾过去的民主 台湾过去的追求的改革 因为时程拖得很长 很多人的不耐 但是碰到这样子一个戒时还魂 一个威权的复辟 大家要做清楚选择 我觉得最后二十几天 这一次的选举 这一次的选举 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 因为中国的势力 狭杂着他的各种的管道 他已经在影响台湾了 其实我在台北是最清楚 有具体的一个观察吗 是什么 看到了什么 难道大家不知道 台北有多少家媒体 它的背后都是中国概念股吗 其中有一家 它动用了四十几个记者 已经修理我快两年了 又增加了 动用了 当然 上次你说有三十几个 现在又更多了 最近统计大概有四十个 那这家媒体 应该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中自备的 大家都知道 那其他的媒体做假民调的 然后在这里 用各种不同的言论 不同的假讯息 假消息 假民调 来影响这个选举 我想这一次 这个选举剩下几天 我其实特别期待 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要把这样的 这个台湾所面临的处境 要认识清楚 那民主进步党 持续在推动改革 各个候选人 都在这个改革的洪流里面 都是坚持着我们的价值信念 那所以希望大家最后二十几天 不但认清楚 而且要站出来 要把力量释放出来 要不然我们长期 长期努力的这样的信念 可能毁于一旦 我们就像是 中国的力量在温水煮青蛙 现在水已经煮到 已经煮到快要 快要把我们 我们整个赖以生存的 这样的环境 快要侵蚀掉 是 我们的民主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 大家要站出来 在94年11月28号 担任新闻局长的姚文志 曾经发了一个函 他认为 善意地提醒忠实暴戏 如果你会买下 这个当时的一个党产 而且党产在有余地的状况之下 恐怕会有重大的损失 他一直到卸任之前 他都立足这样的 争议性的交易 等一下我们的大还原 但是呢 到后来这个交易还是完成了 还是透过了余建新 那么转给了现在被认为在台湾非常庞大的一个亲中媒体 那这是今天现在的一个处境 我相信在13年前 他可以洞悉这样的一个结果 有人说他有先见之名 13年后的今天 看台湾现在的一个处境 他心中是感慨 是错综复杂 甚至是应该有更多的一个遗憾 但是呢 我想请教姚老师 如果你刚刚看到这位 这是身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那陈立逊呢 他是远东科技大学 曾经经历过国民党第18 第19届的党代表 台南市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的一个秘书长 又是曾经担任过台南市党部的委员 跟区党部的一个主委 他的一番论述 他说有人跟他说 韩国语欧党的 我听得很好笑 韩国语杀人放火 但是呢 坚称杀人放火抢劫欧党的 都要投给他 都要投给他 他说就算你跟他说 他是抢劫 我也要投给他 我想请教姚老师 这个真的是韩粉吗 韩粉都是这样子吗 还是韩粉都这样子被操弄吗 有人说 他很想当什么 女版的韩国语 来 杨老师怎么看 一点都不意外 国民党一群 这样子的水准的人 你想想看 那个能捞就捞 能混就混 韩国语就做了片上 又笑又鼓掌的 那个人还当过中央的人事党议局局长 陈庚金呢 对啊 这就是国民党真人露相 这没有什么 这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子的 他只是差点没讲出来 韩国瑜是世界伟人宇宙之光 现在已经有了光头的排序 从小年以来就怕 所以杀人放火都可以听的 就是因为啊 为什么杀人放火就要听 因为中国要把民进党在高雄打垮 最高战略目标 就这么简单 所以杀人放火抢监 随便你干什么 中国要把民进党在高雄的根拔掉 所以我们国民党一定要 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的 就这么简单嘛 先是候选人 议员候选人 高雄的议员候选人 为了挺寒 说什么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借厕所这种 只能变成借厕所 只能变成借厕所 这种胡说八道的事情 根本还没见好的事情 胡说说谎 说 他们阿嬷去看 好像忘了包 对啊 说高雄人没有钱听演唱会 然后说 杀人放火这种人我都要挺 这不是很清楚吗 这不是对照的吗 一方面去诋毁 去说谎 现在高雄的真面目 我其实韩国瑜的空 已经不是 你像他最近讲的这个 政治有意识形态 几位游行都不可以 是 他当选以后 那我就问韩国 你现在干什么 你现在不是在搞政治吗 是 你搞完了政治 你刚刚在凤山集会完毕 然后全部就 当选市长以后 别人就不准搞了 只有你可以集会 你可以政治集会 其他人 你当选了 其他人都不准 这是什么样的 极其讽刺矛盾的事呢 其实是空的 虚的 才会一而再 再而来 本人犯错 幕僚犯错 然后这些助选员 犯这些错误 所以 我很赞成的 今天他上节目的时候说 陈其迈说要跟他辩论 我觉得非常对的 陈其迈就要指导核心 跟他辩论 不要以为他会耍嘴皮子 他可能辩论会占便宜 不是的 揭开他对高雄 根本不知道 我随便在这里就问一下一句嘛 韩国瑜你去过中都没有啊 我就想问他 中都改变我想 郑文应该非常清楚吧 中都的改变够大吧 我就问韩国瑜 你看过以前的中都 跟今天的中都的不同吗 他以前的中都都没看过 你叫他怎么比较 所以我就要说嘛 不要为难他 可能还不知道中都是哪里 对 我怀疑他了 我就这样问他嘛 就像一块块 亚洲新湾区 陈其迈你就把高雄过去 不要讲20年 就这8年 这5年 改变的变化 一点一点在辩论上讲出来 你让韩国瑜露像嘛 让他很快就看得出来 他除了耍嘴皮的 让人进来 让货出去 他除了讲这种话以外 他根本没有办法回应 任何一个对地方建设 任何一个 刚才我所讲的 这些具体事项的回应 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根本连 那个连去都没去 连懂都不懂 所以只能讲这些话嘛 所以你会发觉 其实你看 他的这种错误讲反应 不胜枚举了 十年以后高雄变500万人 这厉害吧 好像他会生一样 中国移民 中国移民过来 现在多少 两百 两百七十几万 两百七十七 应该两百七十七万左右 对啊 五百万人 比现在的新北市 最大的一个 怎么生出 两百多万 除了生率跟死亡率 他们现在算起来 是几乎快接近平衡了 平衡了 而且 所以这要万一 要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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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万一要两百多万人 要从哪里啊 所以了 从他的网民 有埃及 所以这就叫 这都是胡说一通 胡乱说一通嘛 我完全不知道 他根据何在 他可以不让人 急不游行 他可以说 所以杨老师 你身为一个老师 发现呢 他要修的课好多 宪法课 还有两性平等 赔税说啦 禁止政治游行啦 来杨老师昨天就告诉我们 他觉得不可思议啊 来陈芳明也认为 这是国民党 靠韩国瑜打天下吗 今天来自于 封传媒都说了 海水退去之后呢 韩国瑜 海水真的会退潮呢 韩国瑜你要注意 穿好裤子啊 封传媒的评论里头 特别提出这样子 但是韩国瑜呢 这番政治 禁止政治游行的一个言论 来我们还原这个大现场 听听看 这个未来极有可能 当选港督的市长 到底宪法 是不是应该要读一读呢 听听这个大现场 最重要一件事 如果当上高雄市长 是 所有高雄街头 政治的抗议 意识形态的请愿 全部不准 都不准 零 政治是零分 是 你说环保 你可以抗议 教育可以抗议 自然不好可以抗议 你都可以抗议 对 为意识形态的 对不起 统统不准 所以他要在高雄 推这个独立运动都不可以 我都不会准 如果他要推这个统一运动的呢 我都不会准 为什么 经济一百分 政治零分 高雄这二三十年 被政治搞坏掉了 意识形态 残了 喘不过气了 好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您 这次到高雄去选举的时候 您有特别到台北来 做了一个动作 那也就是说 党中央连一碗卤肉饭都没有 那这个很明显的 就释放出一个讯息 也就是说 你这一次的选举 其实不只是你了 国民党的各县市的候选人 几乎都相同的处境 也就是党中央都没有奥远了 都要靠自己单打独斗出来 那都靠自己单打独斗出来 所以等于是 当你们当选了以后 你们不就是一方诸侯吗 也就是说 你们是靠自己把天下打下来的 那你觉得 11月24号的选举结果出来 以目前来讲 国民党的支持度 还是这么的低 都没有超过30% 都在17到22之间 民进党也很低 所以台湾的中间选民很大块 而你韩国瑜 或者是其他的 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当选 他不是靠政党的奥援 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你有没有想过 终身带全面接班 就是国民党的老一代的人 其实全部都退了 因为太老了 他们使国民党死气沉沉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这一群当选的 县市首长 议员们 终身带 就全面的在党内 推动改革 终身带全面接班 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 因为人是感情的动物 是 一个有感性在一面 一个有理性在一面 是 从感性在一面来看 我毕竟是国民党高雄市长部主委 是 我这个时候怎么可以 吃了国民党的饭 骂国民党的娘 这不是很怪异吗 但是你们开始接手 改造国民党不是很好吗 那就是理性 第二个是理性成员 是 就国民党今天 还能不能够与时俱进 跟得上现代民众的需求 是 你试试看 那次上你再看民进党 像不像 二三十年前的国民党 是 像不像 越来越老 非常像 是 一群人 大家开始分 大哥二哥 马子哥 吃香喝辣的 然后不管老百姓死活 是 然后慢慢脱节 对 国民党当年不就这样 黑金黑金被骂死活的吗 那你这两个党 说实在 这在理性角度来思考 两个党再不改革 可能两个党都会被淘汰 你会不会出来选党主席 现在 我现在专心选高雄市长 选上以后 不不不 其他都吃个碗里面 看着锅底的时候 我不能讲 好不好 来我请教老师 宪宪 来怎么样看这样的言论 这是怎么样 以后所有的政治活动 都要经过意识形态的审查吗 如果韩国瑜真的当选的话 1124以后 这个叫做威权复辟吗 来宪宪 那个是胡扯 完全没有可能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权力不在地方政府 他也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他做这样的事情也违宪 是违反台湾的宪法 违反台湾的法律 也就是说我一直在想说 你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说 韩国瑜这一次出来选 最好后面扎一个辫子 就像了 就很像他了 现在我看连丁守聪 都应该扎个辫子 其实这个都是已经 刚用胡批这个字 去形容他是正确的 他们的思考 其实就是今天中共的思考 中共的思考是什么 中共思考就是不准你上街 我执政就是只有我 这个整个的宪法里头 就只有把共产党写进去 这一套想法 现在已经非常充分的灌输到这些 中共所支持的台湾候选人身上 他们在执行的是中共给他们的指示 所以他的语言也像 看起来就像共产党的讲法 做起来也像共产党的讲法 就是实实足足 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人 其实这个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刚刚听文志 谈到他的竞选战略 那个核心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建议 这个其实也不是只有文志 可能是所有的民进党的候选人 包括陈其迈 其实反共保台 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今天我们遇到的 要把反共保台打出来 召回绿色选民只有这一招 反共保台 然后台北不可以沦陷 高雄更不能沦陷 这都是台湾价值的象征 那中共现在的策略也非常简单 就是要把台北高雄 这两个地方先拿掉 头尾拿掉 让你既无法走也无法想 这个是中共现在正在执行 然后这些人也在执行中共的意志 老实说他们现在图穷比见 已经都拿出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 老实说我们过去所讲的非常多 在立法院应该做什么做什么 如何保台这些措施可能都太慢 要诉诸选民 要让老百姓非常清楚 今天我们面临的就是反共保台 你不反共没有办法到台湾 因为共产党已经亲门踏腹走进来了 然后老实说我们如果从柯文哲的行政来看 从八个字就讲完了 四年柯政交图一片 然后百惠待绝 这是百惠待绝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文志这次出来选举 他不停地在提很多的政见 我看得出来他知道台北再这样下去 就不是只是什么调出名次 根本就排不上名 在世界上排不上名 这是非常紧张的 可是柯文哲 他这四年 他干嘛 他就拖垮你 就是那个陈根金讲的 坐在那里不坐是拖垮你 能捞就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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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柯文哲 还有第二个是这样吗 他们虽然在讲说以后怎么样 其实柯文哲也是这样做 你认为他做了什么 他今天所做所为就是这样 未来韩国瑜如果有机会选上的话 他也是这样 就是把台湾拖垮了以后 就像新疆 你知道新疆西藏 在中国他移民多少人进去吗 几乎跟他原来的人数 本来他们的种族的人数 一样的数字 他在做种族的清洗 在做所有的dilute 他人多 他就移民进去 移民进去以后 你自己的藏族或是回族 他们的那个原来的传统文化 跟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至尊 语言就都不见了 那所以呢 韩国瑜刚刚讲的 那个不是讲假的 他说要让高雄变五百万 这个数字是中共给他的 中共的处理就是你有两百万 两百五十万吧 他要稀释你嘛 就稀释你 我就用两百五十万去稀释你 就变五百万 所以他这个五百万这个数字 他也要稀释两百七十七万进来 那就稀释你 稀释你以后再来投票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就像今天的新疆 今天的西藏完全一样 这就是他们对台政策 那这些人是不是已经在执行共产党的对台政策 他们是不是中共的地下党人 今天已经入侵到台湾 已经爬到开始可以变成候选人 再跟你争这个位置了呢 台湾人眼睛要争亮 要看清楚 这个时间点反共保台是唯一希望 我们也希望包括齐迈 包括文治 都应该把反共保台 这个非常清楚的台北高雄不能沦陷 这个非常清楚的警语 告知所有的人 这个才是真正 我们在这场选战里头 一个能够召回绿色选民 重新占领到台湾价值这个地位 最核心的一个号召 我觉得这个号召是非常重要的 你自己在高雄 待了一段时间 对于港督这样的发展 你担不担心 陈芳敏今天看到韩国瑜出现这个言论了 政大教授陈芳敏都觉得说 哇 国民党你真的靠韩国瑜戒身还魂吗 他说好可怕的候选人 他自己就是个意识形态最严重的人 所以他很担心 这么可怕的国民党终于戒身还魂 重现在高雄市 这么可怕的候选人 只要他当选高雄立即沦陷 他说这个言论根本没有当选 就已经宣布戒严了 你在港督待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也成功改造了 不管是博尔特区或者是捷运 或者是在这个爱河的部分 看到港督可能会沦陷 来 你的观察是什么 他说转型就一样 第一个是解决生态力 第二个是议防战以后再发 第三个是建做后续的权力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顺序搞过来 说转型就一样 非做后续的权力 那你会比较少玩 所以我来说两天 这有时候讲过 我们台里也是有说救火软 我们那个活动中一世的 有用的是救火软在你身上 老板讲 我刚才也有遇到 那一团党感觉有压力 他对我们就这样 我们很管他 谁要救火软 他现在是顺序良好 有没有想到那个 有没有经过在 全体的时候 变得更加的方式 但是那个 你不管他过一分 他现在好好的这样就好了 本年正义来去解决现在的问题 第二 以后会再发生第三个 才是自己最终都破续的权力 通常 但是我后来发现 通常金融宇 第二融宇解决 第三个权力就算了 如果自己够联合 我会想太多 你看一做他好了 以后会再发生 那破续的权力 我去日本 我都觉得日本的女孩子 我觉得比较漂亮 为什么很漂亮 因为他都化妆好才会出门 不像我们台湾有些理性同胞 我也就直接上街下来 这有一个新家职训 差不多 这些做费还差不多 你如果说 最后来我也在那边 光光一带也有什么 这些职训 可以这样算 未来我当高雄市长 我在这里跟所有高雄副理界宣布 谁来高雄投资 创造了十个工作机会 十个工作机会 我当市长心里握问 你在什么 给我一百个工作机会 我就抱你一下 给我一千个工作机会 我就去你的脸一下 给我一万个工作机会 再来高雄市点 高雄我们一万个工作机会 我就以生相处 玩到跟你的身上 看到港都可能会淪陷 來 你的观察是什么 看到真的是有点担心 不过我觉得借这个机会 跟高雄很多老朋友 因为我在高雄待了十年 像郑文今天来 高雄的发展它是一个逐渐在转型 逐渐在转型的过程 过去是台湾 台湾的等于是重工业 所有的牺牲其实都在高雄 它去支持台湾工业化的发展 但是从过去那样的 被污染的城市 逐渐要调整发展整个都市的转型 产业的升级 或者现在陈其迈主张的智慧城市 过去这二十年来高雄的建设 其实都在 坦白说柯文哲常常说是插屁股 那个就是在插国民党的屁股 大家难道都忘了吗 吴敦义当了快九年的市长 他的捷运的计划 就是割了九年了 一直到民进党政府上任以后 非常非常积极的 来推动高雄市的重大建设 捷运 爱河的污染 高雄过去水还不能喝 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所以现在的亚洲新湾区 后来陈菊持续从谢长廷 那陈其迈也担任过这个代理师长 叶菊兰也代理过 那到陈菊十多年 这样的一个二十年的改革 高雄才逐步逐步变成转型一个 现在大家想到高雄 它是一个具有城市美食 它是一个可以观光 是可以到博尔艺术特区 在那里大港开唱 是举行台湾大的演唱会 现在都到高雄 过去是文化沙漠 高雄有没有改变 那高雄当然还有很多 我们可以在努力 但是我看到 这个执政团队 包括像陈其迈在立法院里 这个不久前 这个应该是华兴立法 对 华邦店 3,350亿 华邦店 它是一个大的投资 那这些持续在努力当中 所以如果改革一夕之间 因为一些一时的情绪 那这个民粹喜恒 然后把高雄过去长期的努力 毁于一旦 我坦白说 我会觉得非常非常难过 因为过去 我们在高雄努力的时候 哪里有像韩国瑜讲的 什么王二麻子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观作 大家都是在努力 替高雄努力 过去在 我在做爱河的时候 我最记得 高雄没有钱 哪像柯文哲 台北市是集三千宠爱医生 台北市的预算是当时的高雄市 台北市是三倍多 我在高雄担任副辟处长 所有每一笔钱对他来向中央争取 那时候还国民党的时代 每一笔钱来争取 高雄爱河在改造 周边的水岸污水雨水的接管是一笔钱 旁边要做电影馆是一笔钱 这个绿树直在要向环保署说空无改善计划 这个博尔过去要闲置空间再利用 大大小小每一笔 大家知道每一笔钱 都是努力去向中央 然后一段一段把它接起来 所以爱河一起二起三起 那个改造的过程 是多少人为高雄付出信息 但是我看到现在有的年轻一代 对过去的这个历程 我说改革拖太久 太久以至于大家对过去的历史 不是有没有心思或者没有时间去了解 所以现在在讲那些改革的过程 好像被认为是长额宫女化当年 但是不是的 他这个历程如果中间受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盲流的影响 一个威权的复辟 他所带来的破坏 他已经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所以台北也一样 高雄也一样 刚刚说台北百废待举 其实台北这四年来 柯市长创了很多的记录 第一个 过去连郝龙兵马英九时代 都还能够完成捷运的路往 这四年来 唯一一段都没有完成的 就是柯文哲 重大的投资 除了两个地上权的BOT之外 大家知道这是整个跟房地产的景气相关的 除了这以外 重大的投资 其实台北市 乏善可乘 双子星光一个招标 拖了四年 那所有的大工程 嘴巴说不追加预算 你看台北艺术中心 北流中心 这些大的建设 可以说是一事无成 其实纵观四年来 这么多年来 我们过去说 陈水扁市长在开创了民选市长 最有活力的当时的市政的愿景跟发展 但是经过这二十年来 国民党加上柯文哲 台北市真的是 真的是就像柯文哲形容的 没有化妆会出来吓人 大家把这所有成绩摊开来看的时候 曾经繁华引领风骚 带动整个台湾 所有的光荣跟发展的台北市 很多都已经 现在只剩下一个网红市长 现在还培养一个网红市长的好朋友 另一个网红韩国瑜 所以昨天我看你的节目说 好像高雄的选举要台北人来左右 台北的选举要中国共产党来左右 台湾人的未来 是不是要中国人来做决定 我想这都是有背后 真的非常深沉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再次呼吁 最后二十几天 大家把这些事情想清楚 然后做出正确的选择 文智特别提到 这是在台湾第一次的民选市长里头 当时在三足鼎立当中 陈水扁 他以票数的优势 打败了黄大洲 以及当时新党气势如虹的赵绍康 他当选之后的四年的时间 从1994到现在 首都当时所创下光荣的一个荣景 到现在24年了 其实24年是一个孩子成长到成熟的一个阶段 现在首都又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从现实面我们要告诉你的是 港都韩国瑜真的可能会当选 首都柯文哲真的可能会当选 丁守中也可能会当选 那如果是这个态势的话呢 真的吗 高雄的未来台北人来做决定 台湾的未来由中国人来做决定吗 我要请教正文 包括寇寇姐的事 那等一下我当然要播放 因为一个知识媒体人寇寇姐 从过去到现在 她关心台湾的媒体环境 如果网络的平台当中 假新闻是如此的多 可是过去我们知道 如果没有主要的媒体 传统的媒体 在推波助澜的话 台湾会限定有这样一个处境吗 2018大选里头 淹没到这种谎言当中吗 连神明的枪析都可以造假 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 你会觉得台湾会面临到 这样一个处境吗 我们先听听看 韩国瑜怎么去批判的 又老又穷 老未必穷 但是他就是这么说 而且骂了有三个现实 来听听这个大现场 郑文兄帮我们做解析 他要告诉我们他所观察 从地面战 从空战当中 他通过了具体的画面 告诉我们韩国瑜打了一场 什么样的选战 叫梦的 急喜未得来 看这个大现场 高雄市民营党执政了二十年 留下的四个字 又老又穷 高雄的现况 真的是又老又穷 大家说不答应 高雄人有骄傲感 我们有自尊心 不能这样说 慢慢去想 慢慢给他思考 越肝幻 越不对劲 真的 高雄怎么会变成这样 但是执政了二十年 又老又穷 所以高雄人已经不欠民进党 你现在改冠也是这样 我们高雄 民进党知道 执政一直在当 公众知道在当地 现在台南也差不多 我常常说 又老又穷 真的听民党带来 怎么这样子讲我们 国际 真正是什么 不知道 很多人都管 年轻人都离开 真的是没有办法 现在台南也担心 不必要 现在重处之后 台南都有门长登 好 又老又穷 大骂了三个县市 但是他说苗栗不错 政治零分 他说不要政治游行 但是经济一百分 我们看到高雄人的未来 创造经济 韩国人说这么多 开交产 赌场 对不对 还有要盖 信爱摩天轮 对吧 太平岛去挖石油 包括赔税说 创造一万个工作机会 来我找问 真的吗 这样子可以创造 所谓的经济吗 还是说开交产 把港都澳门化 就问 在地的澳门的赌场 成绩的结果是什么 在地人 很多年轻的 年轻人去为事 女的呢 可能去跳 钢管舞 在地更多人 沦为 只是发牌的人 这个就是澳门的赌场 这就是我们要的吗 大家都有工作 可是工作呢 通通都去挖住小班 你不用去当上班族啦 去上office或是工厂 都不用 这样子就能够创造经济 来 一个在地人 郑文兄 你看到什么样的韩国语 齐麦针对他提的这些政策 常常跟乡亲讲说 你要让你的孩子 因为他提出一个 齐麦提出一个 桥头科学院区的政策 所以他说 你要让你的孩子 来科学医科 做工程师 还是要让你的孩子 去挖金分败 那现在韩国语改口 他说他没有要开赌场 那个摩铁摩天轮 他现在也改口了 包括挖石油 我相信他都改口 他做了提出什么政见 他都改口 但是我有发现他的脉络 他们脉络都是有一个共同的 就是中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一次选举的时候 他背后的金主是谁 我们来看看他的看板 金主找到了 OK来 来 我们看到有一个帮他背后的 放看板的金 好大的一个看板 他是一个中华海峡两岸 和谐家庭协会的理事长 葛正杰 搞两岸的 葛正杰 我们来查到他是 被查出来是台商 而且还欠税被调查 欠了多少税 将近两亿 他为什么欠了两亿你知道吗 过去在做路客 他在香港设了一家公司 在台湾也设了公司 然后刚好利用马英九 当选不知道第一年还是第二年 开放中国观光客来台湾 所以讲路客 然后他用联银卡 刷刷刷刷 被查认为是假消费 真把钱弄出来 然后刷刷刷了三四十亿 被调查局洗钱房制处去查 中国那边也在查 所以中国对联银卡 现在管制很严格 刷刷一刷 一刷刷出来之后 他抽服务费就抽了两亿多 所以那个部分 他曾经因为重力罪 判了几个月的徒刑 也因为违反公司法 也判了徒刑 然后这个案件 当时媒体都有报 这个人花了钱 按照我们 这个财产 选举的财产申报 都要列捐献 而且你要你那个图样图形 中博总是不可以说不知道 那个图形不是用截图的吧 谁给他去做这个的 所以我是觉得 有这样子的 葛大老板在支持韩国瑜 不要再老师跟我讲 你是一瓶矿刷刷 所以这个刊板再秀一下来 郑文兄来 所以你看到这个刊板 奇怪 刊就刊 为什么一定要去注明谁来赞助的 这里头有什么规避的一个可能性吗 所以我们就发现 其实这一次我们刚提到韩国瑜讲的 瓦石友不要讲这个 他讲了说要开交警 我们讲他就一个口号 钱 人进得来 钱出得去 高雄发大财 这一次选举就讲这个口号 只要货卖出去 人进来 高雄就赚钱了 那他上了一个友台的一个专访 主持人就追问说 你这些政策 你要怎么让高雄发大财 人怎么进来 钱怎么出去 你的政策跟陈其迈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陈其迈也是要有蓝相的光刻进来 他也是要把农产品卖到全世界 那你跟他都一样 你有什么不同 他讲到了 他跟友台的时候说 因为我承认九二共识 他跟陈其迈最不同的 他认为说 因为我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 货品出得去 去哪里 去中国啊 人进得来 哪里人进来 现在全世界人都可以进来高雄 谁都不能进来 陆克啊 陆克因为被陆克 被中国政府管制 所以他整个市场 都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中国 所以我要跟广大的 我们高雄的农民的乡亲来 来跟你讲 过去我们叫做总统的时候 他还要簽下 你的龙山兵家就有得好 你最清楚 你这些钱 龙山兵的钱是谁买的 那是谁贪的 就是买办嘛 就透过国民党这些高官去赚了中间利差嘛 韩国瑜一样用这一套 所以包括他的市场 包括他的整个 说高雄以后不要讲政治 我们就搞经济就好 这就是中国在跟香港讲的事情是一样 你就是要让高雄香港化 香港化之后就变成什么 新疆化 所以有支持者跟我讲 他很担心 他说陈总你们一定要努力 我很怕韩国瑜当选市长之后 高雄市政府会升上五星期